明杰刚刚讲到习近平在备战 可是美军跟盟军也在征兵 对我先谈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在八一建军 这个共军建军节前喊话要求解放军 来这个建设强大的边海空防 我认为这一个动作 加上刚刚谈到说这个 共军也似乎在加强这个除油 跟这个存粮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其实非常担忧 那这个万一美中爆发冲突的情况之下 中国本土可能遭遇到攻击 所以为什么要强化边海空防 那你像对照之下 你会觉得这是不是矛盾跟解放军 最近这个对外不断挑衅的动作 似乎不同其实完全是相符合的 我们先谈第一个 最近其实你看台海当然这一个对台骚扰不断 其实除了这个在台风期间 我们观察今年以来 除了这个7月25到26号 当天的光不公布 因为台风所以台海没有任何一架军机 也没有任何一艘军舰 那这一个台风过了之后 那这个军舰的数量多达10艘 这有别于过去 一般来讲可能5到6艘来说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跟先前 中俄联手在这个第一岛链内外挑衅 有很大关系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他平时解放军这些动作 其实有外扩的现象 出第一岛链 包含像像上个月 这三东舰的编队出海 出第一岛链演训大概有10天之久 那另外我们先前也看到 这中俄不止海上 这一个逼近这个阿拉斯加 那连空中 空炸机也共同 那逼近到美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接近到这个白令海这个地方 那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编队 是进入到南海在演训 先前外界没有太多观察 甚至这两天还传出说 连解放军舰军舰都开到 北欧的波罗的海 去参加这个俄罗斯 总统普丁同样主持的 他四大海上舰队的演习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全球各地 似乎都在耀武扬威 那为什么会 现在谈到说 要这个强化边海空防 前面的动作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刻意 这个展示肌肉 那也很重要 是做给习近平看 因为我们看到 去年习近平一连串 对这个共军内部 进行大规模清洗 那认为说解放军 完全不听令 没有在建军备战 所以最今年以来 这个清洗之后 解放军这些演训的动作 越来越多 我觉得其实就是 做给一个人看 就是习近平 但是边海空防的部分 其实很重要 配合我们说到 这个美军在印太地区的 这个部署 不只是说先前 你看进驻到 这一个菲律宾提风 飞弹系统 我们谈说他射程 战斧巡运飞弹 可以到2500公里 打击到北京之外 前两天我们讲了 他最新的暗音飞弹 高超音速飞弹 部署在关岛 射程可以涵盖 超过4000公里 也可以打击到北京 这些部分 你说习近平 有没有看到 绝对有看到 他担不担心 当然也担心 所以他今天 如果要在台海 出手 他当然也要 做另外层面的防备 就是美国有可能 直接用攻击 中国本土 特别是中国军事目标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来牵制共军队 在台海的这个行动 那印度有一名中将 最近就这个投书 讲到说 中国特别是 这个军事的动作 最近虽然越来越多 不管台海东海到南海 但是想要 借由这样动作 来主导整个亚太 甚至成为亚太霸权 目前来讲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同样配合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 在第一岛链 从南韩到日本 到菲律宾到澳洲 一连串加强军事部署的动作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共军其实遭受到 非常大的压力 第一个 我们讲日本的部分 其实最明显 不只是说美日 共同成立 所谓的不管 统合司令部也好 或联合司令部 美日未来 朝联合作战的方向 非常的明确 更重要是说 其实前一阵子 你看到有一个数据 我持续在观察 美军准备投出100亿美元 来整个整件 驻日美军的空军 包含像机队还有基地 你如果去比较说 我们昨天谈到说 他在澳洲是花20亿美元 在菲律宾是花1亿美元 在日本是100亿美元 那这样的规格 你就知道说 对驻日美军有多重视 同时我们具体来讲 譬如说他在这个三则 亲身的三则基地 要部署48加F35A 那同样 盐国基地本来有24加F35B 未来还有最近有一艘 前进到这一个准备 替换雷根号的华盛顿号 到抵达日本之后 上面24加F35C 也会到英国基地 那同时还有包含像 更重要冲绳离台湾很近 700公里不到这个地方 要换装36加F15EX 这些强大的空中的武力 都是在因应整个 共军在这个台海也好 周边岛域的这些 所谓的挑衅动作 那其实整个 从菲律宾澳洲到日本 还有一个很重要 跟他讲说 这个共军似乎在 这个除油 在加强 包含像这个战备 存粮的这些动作 其实前一阵子 美军的新任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布朗 他有公开证实说 美军有观察到 共军确实在加强 他的后期补给的动作 但反过头来另外一面 其实美军也在做这个动作 因为其实去年你看 这一个菲律宾出界 给美军九个基地 其实他这个苏比克湾 虽然不是基地但是有一个非常大 东亚最大的油库 他从夏威夷运了 大概一点多亿吨的 这个战备的这个燃油 放到菲律宾 那还有包含像澳洲 最新打造这一个 要整建的这个丁达尔空军基地 也在造大型的油库 所以美中双方 其实都有备战的动作 不过现在对美国来讲 现在一个中国的军舰 造舰的速度 很快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美国的副国卿 坎贝尔最近在参议院 这个外交委员会停证会的时候 也证实说 他坦言说的确 美国现在造舰能力 是落后于中国 那他也强调说 整个印太未来冲突的焦点 势必是放在海空军 跟美国过去20年 打以陆战为主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美国必须要加速来打造 包含像更强的海军 还有长城的空中的武力 否则恐怕没有办法 继续成为21世纪的强权 那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 除了舰艇数量之外 弹药部分也是 这一个美军陷害强化的部分 那弹药我们知道 因为援助乌克兰 所以他产能可能受到影响 那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准备跟日本澳洲 进一步来这一个共同 加速这个弹药的打造 包含像跟日本要合作 爱国者三型 产能要加这个一年 要从30枚到60枚也好 或者AM120C 这个中程空队弓飞弹 现在传说跟日本跟澳洲 也要联合开发一型 最新的中程海上打击飞弹 简称CAMS 它射程可以超过140海里 那基本上来讲 踩垂直发射 这个目的也是瞄准中国的舰队 在进行开发 那当然美军还有很重要 除了我们刚刚讲 先前讲过说 它的这个暗音 射程其实已经抵达 这个中程飞弹系统 等于说5500公里 接近上线 那不只可以直接打击到 中国所有的这个区域之外 它的空射的 这个高超运速武器 最近也这个曝光 有新的进展 那这个洛马就公开一型 叫做Marco这一型 这个叫做轻鱼 这一个叫轻砂 轻砂的这个高超远速飞弹 它相较于先前空射型 是不太一样 我们看B-50H先前 在关岛试射 HN-183A 那个高超远速飞弹 很大一枚 大概六公尺多 要轰炸机来挂载 但这一型的这个轻砂 Marco 它的弹长 我看大概只有一两公尺长 可以放在F-35A的 逆中弹舱里面 而且可以携带六枚 未来如果说F-35A或C 也可以携带这种高超远速的武器 不要小心射程可能比较短 它参数还没有曝光 但是射速超过5马赫来讲 那对于包含像 你像部署在青森 这F-35A或者阿拉斯加 非常多 560加F-35A 如果今天要对中国进行 所谓防空制压打击 就SEAD 要对它的这一个地面的防空火炮 或者甚至雷达 进行全面的摧毁的时候 用这种所谓Marco 基本上来讲 共军的现有的 这个不管红旗九 或各型的防空系统 是完全没有办法防备 所以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习近平要强调 要求解放军要强化边海空防 背后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因为美军全面在打 这个打造 压制中国这些火力的这些动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